香港影坛曾经诞生过这样一位功夫巨星 他是周星驰的终身偶像 也是甄子丹的启蒙明灯 林正英是他的跟班小弟 成龙红金宝在他的电影中 也只能扮演出上几分钟的龙讨 影坛霸主佳河电影 因为他的到来迅速崛起 并与邵氏电影比先 这个人就是华尔语功夫片发展史中 最不能忽视的人物 李小龙 虽然某路上对于李小龙的评价一直处于很敏捷的两极风暴状态 喜欢他的人能把他吹上天 不喜欢他的人能把他扁得一无是处 不过咱们看来 李小龙只拍过四部半功夫片 但去世了近半个世纪 却仍有无数拥躲人 那么他必然有着过人之处 现在粉丝主军就来仔细聊一下李小龙的成长轨迹 以及他留在这世间的四部半电影 看看这位备受争议的人 是如何迅速走同又是如何在跌宫时期骤人历史的 视频照常制作不易 方便的话麻烦点个赞吧 1939年冬天 乐剧演员李海璇夫妇为了给抗日筹款 跟着剧团前往美国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 1940年 在巡演到一半的时候 李海璇发现妻子何爱玉怀孕了 几个月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李海璇给他起名为李振帆 英文名叫Bruce 这就是日后民阵影坛的李小龙 巡演结束之后 只有几个月大的李小龙便跟随父母回到了香港 和大萤幕上的勇猛形象类似 小时候的李小龙也是活力充沛 调皮捣蛋 不仅经常挂科留级 甚至还因为炸厕所打架斗殴 被学校开除了一次 虽然对于念书不怎么上心 但是童年的李小龙对于演戏 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因为父亲的关系 李小龙经常在一些电影中客串 他母亲何爱玉在后来的采访中说过 这一时期的李小龙对表演到了着魔的程度 凌晨两点的时候 只要说正翻车来了 他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 穿好鞋 高高兴兴地离开 但如果只早晨叫他去上学 那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接连参演了梦里西吃 梵梨花 花开蝶满吃等多部影片后 李小龙名气逐渐增大 在1950年第一次做主演 拍摄了电影《戏录霞》 开评讲述了贫苦接同阿翔到工厂当同工谋生 与老板斗智斗勇的故事 算本篇剧情很简单 不过李小龙却在本篇中 贡献出了他生平的第一场对决 真可谓是盘长大战 你这臭小子 你来干什么呀 我今晚要你的命 看到四眼许 改变上运之后口味不俗 一举奠定了他的同兴地位 契录详中他的艺名是李龙 第二年他改艺名为李小龙 出演了一部名叫《人之初》的影片 此后 李小龙这个艺名便伴随了他一生 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叫李仁帆 虽然在影坛的发展还算不错 但是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权 却不想让他继续拍电影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 这还是属于下九流的行当 为了让他不荒废学业 李海权便限制了李小龙 不让他再拍摄电影 不过这并没有让李小龙的学习有所进步 经济过剩的他 竟然无法在影坛施展身手 于是便把经历放到了惹事生非上 1953年的一天 他因为某些原因被一群追赶 这样落入被群殴境地的时候 遇到了曾经认识的一位朋友 张卓庆 在他的帮助下 李小龙才化险为夷 此时的李小龙 已经初学过太极拳 红拳 蔡里佛拳等拳法 但是在街头争斗中 都不是很实用 他发现张卓庆的拳法很厉害 便问道 你学的是什么功夫 张卓庆回答道 永春 李小龙瞬间提起了兴趣 表示自己也想学 但是张卓庆怕这个街头浪子坏了永春的名声 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但是架不住李小龙的软磨硬炮 终于张卓庆还是把他引荐给了师傅 叶问 叶问这一系列的永春拳简单至极 只有三个套路 小念头 寻巧 标志 不但招式简便 而且步伐幅度极小 以拳为主 实战性极强 对于李小龙这样经常街头熬战的人来说 无疑是最为简单 实用 有效的 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永春之后 李小龙如虎添翼 在街头混得更是如鱼得水 但是却因此酿下了大祸 1958年的一天 李小龙再次与人发生争斗 不但将那人打晕在地 还踢掉了那人的一颗牙 第二天警察就找上了门 让李小龙的母亲签了一份材料 要他保证 李小龙以后不再寻衅滋事 如果再犯 不排除拘捕他的可能 第一晚 李海旋夫妇为了李小龙的前途彻夜长坦 最终决定把他送去美国读书 换个环境生活 也许能改变他的人生 1959年4月29号晚上10点 李小龙登上了威尔逊总统浩克伦 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 或许是成年心性稳定了 也或许是人生地不熟 李小龙在抵达美国之后 没再四处惹事 而是踏踏实实地一边刷盘 一边完成高中学业 剩余的时间 则潜心研究传统武术 没多久 他就开了一家名叫镇芳国术馆的武馆 向每个学生收10美元的学费 并带着学生到处去表演 从而找到更多学生 除了商业的小友成功之外 李小龙在学习方面也有进步 当初在香港 他是各学科都不及格 但此时却开始真儿八经地学习了 1961年还势力地考入了华盛顿大学 在这里他不仅认识了之后的妻子琳达 而且还把阵芳国术馆推广了开来 学员也逐渐地增多 1964年8月2号 李小龙受邀参加了 第一届长递国际空手道锦标赛 作为表演嘉宾之一 他在几千名观众和不同级别空手道选手面前 表演了寸进拳 闭目吃手 三指俯国称 无银腿等具有高速度高绩效性的武器 一时间震惊四座 随之李小龙的名气愈加强亮 但是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 李小龙的声名却起 让不少同位开武馆的华人看不下去了 他们认为 李小龙不仅把中国武术泄露给外国人 而且还随意地批评传统武术 实在是应该教育一番 于是便合伙推举出一位 名叫黄泽民的高手与李小龙比试 据在场者回忆 当时李小龙先出手 向对方发出一通连环快拳 黄泽民瞬间被打懵了 之后便转身跑了 从一个房间跑进去 又从另一个房间跑出来 李小龙不得不满屋子追着他打 直到最后用了锁剂 才把黄泽民倒压在地 虽然其中有些夸张的成分 但是在那之后 其他的武馆确实没在找李小龙的麻烦 虽然李小龙在这场比试中赢了 但是他却极为的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没能在数秒内击倒对手 那就说明 身体状态远远不够理想 经过仔细分析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是永春拳的单一风格 和技术上的局限性限制了他的发挥 在这之后 他便开始潜心研究 把包括永春在内的传统武术 空手道和基建动作的格斗技术融合 最终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武学 节拳道 在这期间 李小龙收了不少外国徒弟 其中有一位是知名理发师 经常为好莱坞大派明星理发 有一次 他为一位好莱坞制片人理发师 听说这位制片人要找一位能说英语 并且能拍动作片的东方演员拍电视剧 他便立刻想到了李小龙 就这样 1965年9月份 李小龙签约20世纪福克斯公司 货别多年之后 再次踏入了影坛 进入福克斯之后 他拍摄的第一部剧 名叫《清风侠》 讲述了男主角白天是一个暴夜大亨 夜晚变成打击犯罪的蒙面大侠 这位大侠有一个日本助手 名叫加藤 而李小龙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该剧在1966年播出之后 总体反响不佳 但是李小龙所扮演的加藤 以及他所展示出的功夫 却堪称全剧最大的亮点 媒体一致认为 他虽然是东方人 但是看上去更像专业的美国演员 还烟酒不沾生活方式很健康 令人印象深刻 李小龙在参演了这部电视剧后 也重新点燃了年少时 对于电影的那份热爱 在之后的几年底 他一直都在寻求拍摄一部大萤幕作品 但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 为他推荐的那些角色 却都是极具刻板印象 对李小龙坚守的原则 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通过这段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李小龙虽然拥有美国国籍 但是实际上 他比一些拥有中国国籍 但是卑躬屈膝的人 更加具有民族细节 因为坚持原则 李小龙在这之后的影团事业 始终无所进展 顶多在电视剧中 刻上一两个次要角色 最后在他以为前途渺茫的时候 一通大洋普遍的电话 又让他燃起了希望 打电话的是香港一家电台 说是想要采访他一下 原来前几年 李小龙拍摄了《清风侠》 最近正在香港播出 他饰演的家藤在香港横火 于是这家电台通过关系找到了李小龙 电话访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记者问他 有没有回香港拍电影的想法 这个问题 一下就让李小龙打开了思路 好莱坞的不少大咖 比如说克林特 伊斯特务德 约翰·韦恩 查尔斯·布朗森 都涉嫌立足欧洲 在发展好莱坞的 他思考自己是否也可以 凭借着香港电影作为跳板 重新进行好莱坞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1970年3月份 李小龙带着全家 以探亲的名义回到了香港 迄今因为《清风侠》的热映 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 之后 他参加了TVB的节目 《欢乐经销》 表演了寸进拳 和凌空踢板等功夫 人气愈驾高涨 瞬间为他树立起了 功夫民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这档节目的主持人 是李小龙之后 家合的第二个救世主 徐冠文 不过他出头 还要等到几年之后 这时李小龙感觉时机到了 便找到小时候 一起拍过电影 长大后 仍在香港发展的 隐形小麒麟 通过他的引荐 与邵氏高层见了面 开始商讨 开评时宜 对于这位自小就是童星 长大后再次爆红了演员 邵义夫本来是极为重视的 但是李小龙提出的几个条件 却远远的超出了他的预期 李小龙的要求是 每部戏 偏约1万美元 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 自己有权对于剧本做出修改 打戏也得由他演派 说实话 李小龙所提及的片酬并不过分 在美国只能算是普通水平 但他似乎忘了这里是香港 当时邵氏最红的狄龙和江大卫 偏约也才不过1万 而且还是港币 如果一上来 就给李小龙开1万美元的片酬 那么这些老将心里会怎么想 而且邵氏是属于大冰场制度 剧本都是公司拍板订好的 李小龙的要求明显是越权 虽然李小龙很有潜力 但是邵义夫看来 他在好莱坞根本没闯出名堂 现在漫天要价 自己当然不会答应 双方就此一拍两散 李小龙飞回了美国 他期盼在香港发展电影事业的希望 也暂时的进入了死胡同 然而没过多久时间 又有一个人前往了美国 让李小龙的命运 得到了彻底改写 这个人就是刘亮华 刘亮华是导演罗维的妻子 李时是佳和电影高管 197年 佳和刚成立了一年时间 拍了十几部片子 只有两部勉强维持的营地 为了改善局面 邹文怀派刘亮华前往美国 邀请华夫人郑佩佩出山 当时的郑佩佩 是影团最红的女星之一 因为嫁入豪门 便移居到了美国 邹文怀本想醒她出山 为逼您倒闭的佳和拍几部 能卖出的电影 但是郑佩佩并不想出山 此时 邹文怀听说了 李小龙与邵氏谈判崩裂的事情 并让刘亮华改道去请李小龙 在经过一番商谈之后 197年6月28日 佳和以1.5万美元的价格 签下了李小龙的两部片约 7月12日 李小龙由美国直飞泰国拍摄唐山大凶 佳和最初派来的导演是吴家乡 但是因为拍片的理念问题 与李小龙产生了很大矛盾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可贯昌把罗维调到了泰国 替换吴家乡 虽然罗维的脾气也不小 但是二人勉强还是能合作的 另外 本片中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 这个红衣服的小个子 就是之后 红遍香港的僵尸道长 林整营 但此时 他还不怎么出名 但是却备受李小龙的器重 如果李小龙没有一年早逝 林整营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本片最终拍摄完成 回港后 佳和便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借助李小龙的名声 为唐山大凶造势 接着便上映了提前场 测试观众们的反应 不少观众看过该片后表示 这部电影与之前的武侠片有很大区别 此前香港的武侠片虽然开始升温 但是大多数是直接模仿日本的刀剑片 动辄缺胳部断腿 确肉鸿飞 飞檐走壁一点都不真实 而该片的武打风格却是拳拳到肉 而墨一新的真打实斗 令观众们倍感兴起 除了打斗戏份外 本篇的剧情还抓住了当时香港普通民众的心 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郑潮安 到泰国的一家制兵工厂打工 结果发现那座工厂是做毒品的 老板把工人领袖杀掉藏在冰块里 于是郑潮安起身反抗打败了所有坏人 对于当时香港数百万劳工阶层和贫困民众来说 这部电影如同一己良药 点燃了人们的自豪感 因此现场观众们的反应极为强烈 欢呼声 此起彼此 不少专专业的剧宴经理推测 该拼破百万票房是没问题的 甚至认为 如果宣传措施得到 票房可能达到两百万 要知道 当时香港影坛的历史最高票房记录 也只不过是二百零七万 如此高的评价 让邵氏方面坐不住了 在唐山大兄上映的两天前 他们紧急上映了一部《冰天侠女》 这也是罗维导演的片子 赵一夫期望 用这部片子来拿到分流观众和票房的目的 但是这并未能阻挡李小龙的攻势 1971年10月31日 唐山大兄在香港16家电影院正式上映 当天便收获了37万港币的票房 三天时间破了百万 11月6日 邵氏用几集推出了火并 进一步对唐山大兄进行围剿 但是《冰天侠女》与火并 直到下映也只不过收获了113万港币的票房 而唐山大兄在供应了23天后 最终收获319万港币的票房 一局打破了《邵氏电影宝石》的最高票王纪录 不但让佳和大赚一笔 让李小龙顺利地从同性武术大师 转型为了当红允星 功夫片也因为李小龙的改良 从武侠片中独立出来 有了自己的定义 佳和高层趁着该片的热度 立刻开始筹划起了下一部电影 在原本的计划中 本来要拍的是霍元甲 但是若微感觉李小龙的形象 与霍元甲的宗式形象定位完全不大 于是他另辟蹊径 从霍元甲的土地入手 逃逐出了一个虚拟人物 陈真 影片名字也改为了金武文 律型讲述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而亡 土地陈真赶回上海 辈时报仇的故事 佳和公司对于此片相当重视 光是搭进内省 就花了2万多港币 而且李小龙在该片中 还启用了大量香港特技人 除了之前的林正英 在本片中扮演了日本喽啰之外 当时一名还是陈元甲的成龙 也参与了该片的演出 还有袁华 给李小龙替身做空翻 以及袁彪 袁奎等人也都有参演 而负责管理特技人团队的 就是七小夫大哥大 红金宝 对成龙在四传 我是谁中回忆 拍摄期间经常看到 李小龙与导演罗维争吵 甚至一度闹到要动手的地步 其实这倒不能怪李小龙脾气大 在片场的时候 李小龙经常看不到罗维的身影 找到的时候 发现他在一旁抱着收音机 听赛马的实况转播 让李小龙很不满意 多番交锋下来 罗维干脆直接让拳 让李小龙自己导演打戏 调度镜头 在这样激烈的摩擦之中 该片最终还是拍摄完毕了 在上一次与唐山大雄的对抗中 邵氏电影明显落了下风 这次面对着李小龙新片的上映 邵氏电影祭出了更大的杀招 在金武门上映日期的五天前 推出了一部重量级大作 《水浒传》 导演是邵氏的点凉柱张澄 助理导演是吴宇森 无处指导是刘家梁 而演员阵容方面 江大卫 狄龙 陈关泰 秦佩等数十位邵氏男星 全都上阵 势必要与金武门来一个尼斯文婚 时间到了3月21日 金武门正是公映的前一日 佳克公司的高层在凯月酒店 特意为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庆祝生日 凑巧这一天 有一位叫做丁佩的影星 也在这家酒店泳餐 曾文怀之前与他有过合作 并把他介绍给了李小龙夫妇认识 此后 李小龙与丁佩两人感情开始逐渐升温 很多时候 李小龙拍电影 丁佩都陪伴在片场 一年后的某一天 丁佩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两人相识的第二天 也就是1972年的3月22日 金武门正式登陆香港各大影院 那段时间 美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上大作文章 香港市民对此情绪高涨 金武门的出现 直接点亮了中国人内心的爱国热情 当李小龙说出 中国人不是病夫这句话是 群上观众一日起立欢呼鼓掌 甚至有人把座位套摘下来扔来扔去 表达自己的兴奋之行 片中 李小龙扮演的陈真 被查门师傅死因 而大闹哄口到场 在几十名空手道练习者的围困之下 释出连环八腿 挥舞双截棍 将这一群日本武士打得挥舞成军 这不仅是对中国人尊严的汉务 也是李小龙对自己在好莱坞 背着歧视和挫败的一次彻底天线 看着 我 來 该片上映后 一路高歌猛进 在13天的时间里 就累计了350万的票王 直接打破了上一部的唐僧大凶 319万的票王记录 等到28天后影片下映的时候 该片共收获了443万港币的票王 李小龙又一次称为了票王之王 后来金武门还成为了 香港动作片反复拍摄的大IP 成龙 梁小龙 李廉洁 甄子丹 都拍过金武门的电影或者是剧集 连喜剧《智王周星驰》 也一度地模仿李小龙 在金武门中的经典戏份 反观哨是这一遍 那一部用来围堵李小龙的《水浒传》 最终只拿到了160万港币的票王 不要说打败了金武门了 连唐山大凶都没能超过 当初佳和与李小龙签的是两部片约 对着唐山大凶 金武门的上映 双方合约已经完成 为了拴住李小龙之科摇线术 孙文怀与他共同成立了一家协和电影公司 佳和负责投资发行 李小龙负责出创业拍摄 最后 利润军分 这举作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 香港电影业固定工资的具有模式 独立制片人的制作出现 也成为了佳和在之后长胜不帅的关键 协和电影成立之后 拍摄的第一部片子是《猛龙过江》 讲述了罗马的一家中三馆 被当地的黑社会欺压 淳朴的唐龙来到罗马 打败坏人的故事 这是首部在欧洲取景的港片 之所以定在意大利拍摄 是因为李小龙还没有忘记他的初衷 当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没办法直接从电视行业进入电影行业时 六时先去意大利拍摄了几部片子 成名了又进军的好莱坞 李小龙便想一样画葫芦 以此为跳板 打回好莱坞 为此他专门叫来了 曾跟随自己学习过功夫的空手道高手 查克诺里斯 来饰演影片的大反派 而导演方面 他自然不会再用合作了两次 但是矛盾重重的罗维 而是自己亲自上网挂着导演 当时的斗兽场是严禁拍摄电影的 摄制组不得不贿赂门卫 假装成游客 将摄像机装在背包里混进场内 拍摄了一些外景和空景 以及李小龙和查克诺里斯 面对面堆址的画面 之后剧组回到香港 在摄影棚内搭建了斗兽场的内部场景 这部电影中 李小龙加入了少量的喜剧元素 虽然很简单 但却无疑是创新性的存在 之后 红金宝 成龙几人 便是靠着喜剧与功夫的完美结合 再次把功夫片推向了敌方 除了喜剧元素外 本片最大的亮点 当然还是武打戏份 尤其是片尾的大决战 已经是流明影史的经典了 拍片二人宽衣解带 金谷舒展 猫叫为号 雷小龙率型展开了攻势 但是却被深层重量都占优势的对手放倒 之后 他改变策略 发挥了截拳道的格斗理念 先通过灵活的步伐 以及一些虚晃的招式挑逗对手 让诺里斯做出了多个大幅度 大打击力的技术动作 体能迅速降低 大打击力的技术动作 体能降低 速度随之慢了下来 便露出了弱点 李小龙迅速抓住空档反击 最终挫败最终 虽然本段戏份相比于现在的动作期来说 观赏性不是很高 但是实用性却更强 1972年12月30日 猛龙过江在港正式上映 26天后下映的时候 共获得了530万港币的票房 李小龙又一次打破了自己保持的最高票房记录 此时的他在香港影坛已经是独孤求败 傲视群雄了 李小龙随之筹拍新作《死亡游戏》 但在这时 好莱坞终于注意到了他 华纳电影在看到李小龙的出色表现之后 便邀请其参演了龙争胡斗 看着华纳地带的橄榄枝 李小龙知道自己以香港为跳碗 重逢好莱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为此他暂停了《死亡游戏》的拍摄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龙争胡斗的制作中 势必要在好莱坞打响自己的第一箱 本篇的剧情依然延续了李小龙作品简单的特点 讲述了李小龙饰演的少林弟子 到一座孤岛上铲除少林叛徒的故事 相比于前几部片子来说 该片中的动作戏份不仅更加暴力 而且李小龙还少有的使用了多种武器对敌 在潜入地窖遇到守卫的那场戏中 他先后用上了长棍、短棍以及双截棍 令观众们叹为观止 之后进入那个经典的由七千块镜子组成的玻璃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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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满血痕的造型也成了李小龙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该片投资只有80万美元 但是华纳的宣发费用却用了足足1000万美元 虽然对于之前的票房只有几百万的李小龙电影来说 是巨大的冒险 不过最终收获的票房却着实惊人 该片1973年在北美上映后 收获了2500万美元的票房 之后在多个国家陆续上映 到1974年的时候 在北美以外的全球市场 收获了6500万美元 一共9000万美元的票房是成本的100多倍 无意让华纳大赚了一笔 之后的多次重映 让本片的累积票房达到了惊人的2.3亿美元 中国的《功夫电影》在李小龙的拳脚中 真正的走向了世界 而李小龙也达成了当年的梦想 在好莱坞真正的一炮而红了 但是这一切他都无法亲眼看到了 在《龙争虎斗》即将上映的六天前 也就是1973年7月20日晚 李小龙在《笔架山道》67号 碧华园A3号 二楼丁佩的家中服下直通药后 进入了梦乡 之后便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这条爆炸情新闻 便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随即各种小道消息分支塌来 《练功过渡》说 《假死》说 《独臂》说 《风水》说 《算命》说 等不时流言 开始充斥在香港的街头 而当晚的女主角丁佩 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些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娱乐记者 也知道出了马上风说 丁佩谋财害命说 等不堪入目的下作留言 甚至有人还扬言 要他以死谢罪 为了平息风波 港英政府特别成立的调查组 都为法律对于李小龙进行了解构 最终 法官认定为 他是 死于不幸 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死意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决 是因为调查组无法达成一致 法官 验尸官都认为是 止痛药过敏 而救治过李小龙的两位香港医生 则认为是大麻 不过 他们唯一认同的一点 就是排除了 他杀的可能性 因此给出了这样一个 莫名其妙的死意 虽然李小龙在外人看来身体降壮 但是现实情况是 他的身体确实遇到了很大问题 为了在好莱坞打响第一枪 他在龙中虎斗上面 耗费了大量心血 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 因此经常头痛难忍 需要服止痛药才能抑制 而且此时的他 对于身材的追求 也达到了癫狂的状态 拍摄电影的时候 体脂率几乎降到了最低 熟悉健身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工作太累 健身水平必定骤降 强行保持高强度锻炼 就是 投掷生命 一个多月前的5月10号 李小龙在录音室中 为龙中虎斗配音室 便昏倒过一次 尽亏及时送医 才捡回一条命 而这一次 他却没那么兴趣了 李小龙一带巨星 在最巅峰的时刻 就此遇落 享年 33岁 1978年 他的一座死亡游戏 由别的演员补拍后 被搬上了大阳幕 但是故事已经完全 脱离了最初的设想 只能算是半部李小龙的作品 就不仔细聊了 回看李小龙的一生 虽然也有缺点 比如说 脾气大 执扭 公外情 但是他做出的贡献 却不能因此抹去 中国人此前 在好莱坞的电影中 一直都是阴险狡诈 或者 懦弱胆小的刻板设定 但是 在龙中虎斗 全球爆红后 李小龙的其余作品 也纷纷登陆了 全球各大电影市场 通过这些片子 全球观众 对中国人的印象 有了极大的改观 李小龙在成名之前的诺言 也确实 得到了实现 此外 他对于中国功夫电影 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成龙 李连杰 能走出海外 与他电影的基础 离不开关系 虽然他没有龙吹说的那么完美 也没有龙黑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但他为中国武术 以及华语电影 做出的各种贡献 值得我们尊敬 在一时的长河中 也应当留下他的名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麻烦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